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大德以及义工菩萨们大家好 大惭愧弟子上官今天汇报的主题是 净土当机者,一切善恶大小凡于也 第一,弥陀本怀,心包太虚,亮洲沙界 首先,不肖弟子上官向师父上人和大家真诚忏悔 昨天接到协会的电话,说有同修写信提出 墨学在上周的心得汇报中引用了一位法师的话说 弥陀在因地已不可思议卑至,真正实现了 急速祈愿,急速满愿,速成净土,速成佛道,速度众生的初衷 这位同修指出 说这段话的 这位法师是一位不赞成汇集本的法师 要默学以后注意 接到电话后,弟子很认真地反省了一番 并仔细查阅了 确实,曾提出要以原义本为主、汇集本为辅等言论 特在此忏悔如下 弟子智慧前显 没有在引用论述前 调查清楚,实属不妥 以后弟子将尽量引用 古大德的论述 以避免给同修造成不变 在此忏悔 令大家都不再因此生疑问 这件事情也令弟子深感 弥陀本怀的慈悲无与伦比 从本经当机者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如善导大师所言 但为常没众生 不甘大小圣也 这正是弥陀心包太虚 亮洲沙界的体现 我们一切众生都是从长极光而来 也都必将回归长极光 所以哪个人不是如来 哪个人不是弥陀 一切众生共同一法身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这个世界的一切斗争坚固 不都是来自于对立吗? 倘若人人都能学习无量寿经 人人都能彻悟弥陀本怀 人人都能包容除自己之外的所有善恶大小 凡与众生 三图六道自然转变极乐净土 若要佛法心 唯有僧赞僧 这句贤功赞叹欢喜无比的话的深意是什么? 不是要别人先包容我们 先赞叹我们 而是应该我们先包容别人 先赞叹别人 缘一本也好 会几本也罢 哪怕其他修行方法 弥陀的心都容得下 都慈悲接引去极乐 因为弥陀身知与我等轮回心相续不断 其他佛徒都无缘当机 根本去不了 因此特开净土法门 本为凡夫 兼为圣人 初学佛时 听师父上人讲经才知道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这样的殊胜的金句 出自五则天笔下 不仅令我这个出击叹为观止 佛法真实而又广大无边 只要是说的是正法 能令众生开悟的 不计较是谁说的 不计较这个人 曾经怎样大错特错 通通包容皆纳 正如佛法能在中国延续千年 不正是因为融合了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吗 现在的中国民间很多成语和词汇都是来自于佛经 这种互荣不正是佛教的精神和中华民族的美德之完美体现吗 到了现在 却被后人忘记了历史 忘记了弥陀本怀 忘记了如来本怀 习主席在中华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讲话 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 但传入中国后 经过长期演化 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 最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 给中国的宗教信仰 哲学观念 文学艺术 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 听一听主席的话 我们佛陀弟子是不是会惭愧和反省呢 那颗大爱之心 那颗慈悲之心哪里去了 四红誓愿第一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就是要我们脱开心量 才能入佛门 不管他人曾经毁谤我 侮辱我 杀害我 迫害我 背叛我 我通通愿意慈悲爱护他 愿意他一起往生极乐净土 免得他造业深重 在轮回里出出默默 我等弥陀弟子 往生 往世 都是追随佛陀 追掉队了 都是净土门里 出出尽尽又错入歧途 不然哪里有福报 今时今日 追随师父上人聚会此处 为什么追掉队了 为什么又误入歧途 因为我们的心不能包容 我们的心对立严重 我们最后一念忘记 如子异母的心 只管意念情直欲望 由于贪 由于称恨 贪恋相续不断 令心散乱 弥陀母一子 我等凡夫子不异母 如同弥陀给我被凡夫打电话 而我等拒绝接听一样 我们听的那一切 都是梦中之音 偏偏这一生弥陀身后 最后忘记了 第二 不被任何外境所干扰 维系住如此异母的心 念念弥陀 念念净土 弟子儿时想要出家 母亲对弟子说 古人听雨打芭蕉能开悟 你太笨 出不了家 母亲的戏言 弟子却当真了 北方芭蕉叶子少 小时候就经常去听滴水穿石的声音 听了那无数次也没开悟 以为这一生就浑浑噩噩度过了 没想到遇到弥陀和净土 再也不怕不成器 只要信愿行 我就是净土之气 什么人和事都别想再动摇我 我就一步绘几本 一位老师至死不渝 看看我们尊敬的师父上人吧 每天摄影棚冷气房里 足足四个小时 大家都知道冷气房对身体不好 但是老人家八十八岁高龄了 没有为自己一样天年 每天完全没有一点考虑自身安乐 完全为了聚服众生 我们能不感动吗 如果问师父一生最大的特点 最值得人们学习的地方是什么 弟子会这样回答 忍 忍入负重 忍人所不能忍 淋漓尽至底表现了忍入先人的境界 忍的本怀就是师父他老人家的心 和弥陀的心一样 心包太虚 亮周沙界 而本怀的因就是 知道一切众生是一体 弥陀大愿据此建立极乐世界 本师据此度化众生 不疲不厌 学习弥陀之本怀 做净土之法器 担当如来之家业 人人有责 从我做起 以上是大惭愧弟子上官的学习报告 错误之处还请师父上人慈悲指正 大惭愧弟子上官 鼎礼感恩 2014年4月23日 上官同学 每一次提出来的报告 都很令人感动 真正修复 特别是在这个时代 这是一个非常时期 科学技术发达 人民 物质生活 大幅度的向上提升 拼得 能力道德 也是 大幅度的疏忽 甚至于有人担心 再过个二三十年 会不会灭绝了 从趋势上看 是有可能的 可是我们从 近代中国来看 好像还是有救 国家领导人 习主席 我们非常尊重他 非常敬爱他 在他这一任当中 特别让我们看到 欧洲的访问 几十场的讲演 几乎每一场都提到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当前这个现实 确实要有大国的领导人 来提倡 来提倡 伦理 道德 应苦 深一些教育 才能救国家 才能救世界 那这个事情 让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感觉的 这个国家有救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也有救 特别是 群书之药的 发现 现在在整个世界 大量的 溜党 这一桩事情 我相信 将来还是中国 前途 来带头 把这一步说 要交给学校 中国有外语学校 翻成 各种不同的外国文 向全世界流通 世界就有救了 我们在旁边协助 真真由致的年轻人 做出牺牲奉献 灭散 装供这一部经里面的 某一部分 因为群书之药 是从66种点击里面 提炼出来的 那它的原点 要由专家学者 用鼻声精力 去学习 这就是 我们 这么多年来 想办 汉学院的构想 用汉学院 来完成这个任务 把详细讲解的 特别是 群书之药里面 提出来的这些段落 翻成 外国文字 向全世界流通 这是我们 真正帮助 习主席 化解全世界一切冲突 带领全世界走向 安定 太平活血 太平 绅世 这个目标 埋进 我年岁大了 心有余 而立不足 希望 年轻的同学们 认真努力 这是历史上 最伟大的事业 再没有比这个 更伟大了 中国传统文化复兴 全世界 每一个族群 每一个国家 优秀的文化 同时都复兴 奔化 齐放 世界大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